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0年2月15日 早前那群逃兵醫護進行罷工 除了影響病人權益和醫療服務外 原來不僅如此 最近更加有病人對這群逃兵醫護作出一個血的控訴 說他們的罷工導致他們家人慘死 究竟事情的發生是怎樣 為何主流媒體又好像沒有報道 今天會為大家一一揭曉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這裡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等更多市民 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早前那群逃兵醫護罷工 原本就這樣以為他們只是影響到病人權益和醫療服務 原來最近更加有家屬向他們提出一個血的控訴 試完是這樣的 罷工後幾天 有一個病人的家屬在Facebook上發帖 說自己的舅父在2月7日 即是罷工的最後一天 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做完封濕關節炎的手術後 由於當時的醫護罷工令到醫護人手非常短缺 所以令到沒有人照顧 而且大家都知道現在醫院因為疫情的關係 是不讓家人探病的 所以令到那個病人有關涉事 即是那位投訴人的舅父 他倒地了兩小時 足足兩小時完全沒有人發現 是要去到其他病人發現的時候 通知醫護才知道 但最終都是不幸因為腦出血而去世 涉事的病房就是威爾斯親王醫院的9A病房 這個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我們之前在報道上也看到不少 因為這次罷工而導致病人權益受損 但在說的也可能是延遲了一些手術 或是拿藥拿不到 或是種種不方便 但這次是第一次有人站出來作出一個血控訴 或是真的有人因為這次罷工而導致死亡 但我很奇怪 因為這件事已經發生了幾天 但包括我自己在內 絕大部份市民都從來沒有聽過這件事 直到有些網友傳回今天的資料 告訴我 我才知道 原來這位人士在2月7日舅父過身後 之後的星期一是嘗試打給所有傳媒 去告訴他們提出這個血激控訴 但當時其他傳媒也不太理會他們 是只有TVB跟他們做了一個訪問 而大公報引述他們這個報道 其實這麼大件事有人死了 為何你們那班所謂求真的媒體 又不去研究一下 蘋果日報、明報、港台等 為何你們不去探索一下 無論他講真也好 或者原來他作假也好 你們這些媒體是不是有責任去探究究 或者他是老了 你們為何不去研究一下 大家都看到這個媒體的生態 就是擺明是偏頗逃兵醫護 希望淡化整個罷工對於病人權益的影響 甚至乎就算有人死了 他們都可以置諸不顧 所以這個涉事的病人家屬都非常徬徨 其實現在他都可以從兩個方面去做 第一就是之前提過 應該向這些涉事逃兵醫護工會 即醫管局員工陣線 其實應該是民事追討 我知道葉劉淑儀現任的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成員 他現在正在安排 直到現在已經有幾十名受影響的病人 已經打了他的熱線去求助 他們會去研究一下 從法律角度看看 是否可以幫助大家追討的損失 另外其實除了受害者親自向這個工會追討之外 其實一位我的老師 專教我刑事法和上庭盤問技巧的退休裁判官 黃宇榮退休裁判官 其實他也有提及過 其實工會的罷工不一定是合法的 其實在很多的過程中 譬如他有沒有有效的會議紀錄 他有沒有一些 其實原本不是醫管局的同事 但是自稱是醫管的同事 會不會有些空姐 那些又自稱自己是醫管的同事 說自己是護士 或者他有沒有向醫管局提交一些有效的 譬如是註冊文件 他有沒有發佈一些消息 或者是一些資料和原本的有出入 如果他有出入的話 其實有機會涉及這個偽造文件 如果是一些不是醫管工作的人 說他自己是醫管局工作 或者假裝是這樣的 在當場令人覺得他是 其實已經有機會涉及這個 這個公職人言罪 所以其實有機會罷工這裏 在很多細節有機會出錯的話 令到這個罷工是一個非法的罷工 所以我們也希望律政處和這個醫管局 真的麻煩要處理去做事 真是慘了 血液控訴 病人慘死 但是主流媒體都沒有報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經常叫人訂閱我們的頻道 其實希望這些我都不知道 真的過往兩個星期 我都沒有聽過 是直到網友告訴我 我去做資料搜查才能找到 所以真的要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將這些頻道轉化給大家的朋友 好了 說完血液控訴 想說一說 昨天特區政府出來做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說了一系列對抗現在的疫情和肺炎的一系列措施 我們看到一系列的措施其實 其實我們覺得政府都做得非常好 也是很關注我們的市民 經過大半年的反修例運動 經過今次對抗疫情 其實我知道很多建制派的支持者都對政府失望 但是今次的一系列措施 我覺得都是一枝強心針 證明我們的政府還在做事 例如一些措施包括 會派發160萬個口罩 給一些基層有需要的人士 以及資助一些私人的企業 去進行在本地的生產線 去生產一些口罩 因為口罩採購 是有點困難 而且他們也就著一些清潔工 一些保安 因為他們真的很需要口罩 或者是他們在前線 最需要防疫的話 亦都給了一千元的津貼 意思就是你們買口罩也要錢 或者很多洗手液 都要給了一千元津貼 而針對最受影響的零售和飲食業 旅遊業 他們也提出了八萬或者二十萬的津貼 也幫他們捱一捱過這個難關 學生津貼去年財政預算案是二千五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就加一千 然後二十萬低薪的家庭 每家庭在不需要資產審查的情況下 就派五千元 其實也做得OK 但是我們最近收到很多中產市民 向我們反映 就是說政府關心基層 去為基層做事是很應該的 但是我們中產的權益 是不是能夠忽視呢 因為我們發覺很多中產市民 就投訴說 這麼多年來我們其實交稅又多 對社會的支出又會很多 但是每逢有財政預算案 或者政府有這些措施的時候 往往都忽略了他們 譬如今次這一系列的措施 其實中產市民 真的沒有什麼能夠受惠 其實中產現在很慘 很多工作 其實是不受這些肺炎 或者反修例運動的影響 那些人其實是最慘的 大家之前也說過 法律界 醫護 老師 社工 這些為什麼這麼慘 其實就是因為 無論市道是怎樣 都對他們沒有影響 反而做生意 金融 或者專業界別 即是旅遊零售 其實他們很受社會經濟的影響 所以他們往往是希望社會可以穩定的一群 但是當我們現在社會面對這種疫情的時候 為什麼政府不是對這群應該是支持社會穩定的人 去作出更多的支援呢 在這個時候 其實中產應該的權益應該有人保障 那誰去保障呢 那就厲害了 除了政府一系列的措施 現在最近也有兩位立法會議員 站出來捍衛中產的權益 那一位就是 自由黨的邵家輝議員 即是批發零售界的議員 另外一位就是 九龍西的立法會議員陳凱欣 他們最近也提出了一些建議 令人眼前一亮 邵家輝因為他批發零售界的話 其實他除了關注自己業界的選民的需要 原來他也很關心業界的員工 因為那些員工根本不是他的選民 但是這些員工很多就是我們這些小中產 他們就是做零售業的 做服務業的員工 在前線做銷售 這半年被你們這些黑衣暴徒搞得多慘 然後這幾個月又有肺炎的影響 所以他們只是首庭口庭 所以他也建議政府應該要給他們一個補貼 陳凱欣 九龍西的立法會議員 也提出了防疫津貼 其實不應該只有1000元 其實應該是8000元 因為大家現在知道那些口罩 一盒是3-500元 就算你去眾志買一盒98元的口罩 他也會連續計你很多次錢 所以根本是不夠的 所以他也提出8000元的防疫津貼 而且最近很多中產家長也在投訴 因為他們現在上學 他們即使不用上學 要照給學費 要照給校車費 但其實學校任務 又很難減他們 為什麼很難減他們 其實他們同事又要出薪給老師 譬如駕駛校車的人 你才不搭 他也要賺錢 所以學校處於一個兩難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政府是否應該提高學習補貼 如果家長沒有問題 照家學費 那學校的收入不受影響 那老師或者保母車 那些都不受影響的時候 大家就會比較平衡 除了邵家輝 還有陳凱欣 陳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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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陳凱欣 最近可能見到陳凱欣多 所以經常叫他名字 所以我覺得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學中產 也很關注一些 很多人都是請外傭 還有很多人都有物業 一些小物業 要交差響 如果政府可以在防疫這個階段 真的關注中產的需要 例如外傭的津貼 或者在猜響 做一個進一步的假廟 我知道財政預算案正出來了 我們希望財政預算案 就著猜響和外傭的津貼 可以做加大力度 回應社民的需要 令到社會 多些人都支持我們的政府 支持社會穩定 今天跟大家說到這麼多 在完結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這裡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 讚好 以及將這條片廣傳開去 等更多市民 了解一下主流媒體 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下次見 拜拜